今天搞了两碗粉回来 今天吃点辣椒了 一个是锅巴粉 这是摔菜 把辣椒搞出去 不吃辣椒感觉人没力气 一碗是锅巴粉 辣椎锅巴粉 这碗是牛肉 泡椒牛肉粉 先吃锅巴粉 所以我说话说说说 咳水都出来了 我就是这样 对吃的就是抵不住 锅巴粉是什么样的 我朋友们 你们应该 在这边应该知道 其实就是那个米 放到锅里煎 一片一片的 然后这种锅巴粉 就是比较成天然 我说 今天争计好多了 还是说就想吃点辣椒 但是还是不想自己做 就想吃点辣椒 就想吃点辣椒 五八肥没有那个别肥 顺滑 吃粉最多我觉得就是别肥和约肥 它吃牛肉粉 一般就是吃约肥 再吃点 再吃点 羊肉 泡椒羊肉粉 把辣椒下进去 知道是牛肉还是羊肉 我没注意 买啥我都忘记了 我感觉 我脑袋不好 就是记忆力很差 受过的吃起都会忘记 我感觉我很笨 不知道是不是胖的人 像我这种 就要笨一点 贵一贵的味道 这好吃 你看这肉滴滴买多的 我已经吃过了不少了 还有这么多 总体比来这拉面的那个肉多 感觉现在没有以前能吃了 以前我吃两碗的不饱 现在感觉吃两碗的够了 两碗的很撑了 不知道是自己肚子变小了 还是年龄大了 消化不好 好多肉 好多肉 贴贴吃粉吃不腻的感觉 有些酱 光是卖一碗粉 都卖了十多二十年了 就比如说羊肉粉 他就呆头卖羊肉粉 啥粉都不卖 能卖十多二十年 收音还很好 而且只做早上 你到中午去 他肯定就没有卖了 他已经卖完了 卖完了 就是整一整这锅汤 卖完就收摊 这种像这样的 我们这里还是有几家 不仅几家 十家以上是有的 问题是人家怎么吃都吃不腻 吃来吃去都是那些客户 我感觉我已饱了 不知道是生前还没恢复还是怎么 两碗吃不完 肯定是身体没恢复好 这第一次吃不完两碗 说明身体不好 哎呦 这汗水 各位直撩直撩 现在已经流到内裤上了 从上面流到下面 我的天 都流到座位上了 其实我心里面的想着很好很好吃 想着吃一碗吃不饱 买了两碗 没想到吃不完 因此 这一碗吃进去 说明身体的 必须是要复材